第七百七十八集 我又不是医 白鹤眼轻哼一声 所以没那些个人心 何况那药丸是我亲手制的 如今我都要被诛杀了 还哪来的药丸 难不成我在地底下搓好了药丸 再托梦给你送来 人群里有人因这句话而忍不住笑 也有人说那梁大人 力气太重了 人家招你了惹你了 就要置人于死地呀 皇上还没说什么呢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还有人说 就他们家那个小儿子 病得都快要死了 要不是有金生阁的救命药丸 早就一副小官给装起来 找地方下葬了 这梁家非但不敢恩 他还要落井下石 真是恩将仇报啊 梁大人听不见这些话 他心里只合计着白鹤染的话 情急之下大声道 操展之前 你可以先把药丸给治出来吗 多治一些 留下足够的药再去死 哗 人群沸腾了 人们忍不住要开口骂了起来 你还要不要脸了啊 一边要杀人家 一边还让人家给你治药 你是他爹 还是他家祖宗啊 有些夫人小姐们说 这人怎么比文国公还叫人恶心 这种人真的配做朝臣吗 一时间 人们与那位梁大人相互指责 十分热闹 白鹤染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便无意再介入这场纷争中 心里却琢磨着 这个姓梁的的确恶心 回头定找个机会折腾折腾他 就算为当年的苏家报一报仇 五皇子还贪跪在地上 江月一直在边上陪着 老皇帝副手而离 也不理会喧闹的人群 更不理会那位叫嚣着 要诛了白家的梁大人 他只是在反复地思考一件事情 郭问天集结的兵马 此刻应该已经将上都城团团围住了吧 是不是围得连只鸟都飞不出去 这是一场天大的赌局 他也压下了一场天大的赌注 赌赢了 万事大吉 赌输了 他输的就是君家千百年的基业 他不知道这样做值不值得 但当得知郭问天与叶太后有异动 当听到君长宁来向他揭露 李贤非同白星炎的罪行时 便隐隐觉得 事情再拖不下去了 这就是一个爆发点 郭问天在逼着他 君长宁也在逼着他 而他呢 他不想诸白家 当年怒火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燃烧 早已经没有那么熊熊烈烈了 他也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当初 也知道取舍 也知道衡量 比起诸了白氏一族 他认为 留下白赫染才是他最该做的事 他这一生终是要将皇位传给老实的 别的给不了 但是给他一个天下第一的皇后 天和地认为这是为人妇的责任 再也没有人比白赫染更适合那个位置 也再没有人比白赫染更有那个本事 传奇一般的女子一次次给他惊喜 给东秦惊喜 这些惊喜足够换到活命 但要再保下那么多白家人 便要再加一些筹码了 老皇帝瞇着眼 看着眼前数不清的人 这些就是他给白赫染准备的筹码 只要白赫染能在今晚将上都城保住 皇宫守住 将这些人的命保住 就再也不会有人对他提出任何质疑 也再不会有人对他想保白家人的态度 提出反对意见 他就是要把这些人的命都交到白赫染的手里 给他们大恩 救命之恩 然后再用这个救命之恩去堵他们的嘴 让他们说也没脸说 便也没脸便 当然 白赫染是不能饶的 罪有元凶 严惩即可 他会杀了白赫染 以正国法加规 至于老五 天和地的头低了下来 看向跪在地上的老五 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这个孩子他冷落过 以至于让这个孩子在他母妃的手底下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 到底还是他看不下去了 将人从颐和宫接了出来 从此 给他正常的皇子待遇 再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此番要不是有君长宁揭发在先 或许这孩子这一生都不会有任何身份上的变化 就是他的五儿子 就是东秦的五皇子 但是现在 不成了 父皇 白赫染走了几步 跪到天和地面前 刚好跟五皇子并着肩 父皇 虽然这颐和宫的大错未有著成 但六公主确实已经向我们白家实施了报复手段 若不是五哥内力深厚将和宫暂时压制 若不是我的三妹们是至乡的高手 又随身携带着我送的香囊 今日之事 就要成为天下丑闻 我白家人就算得到皇上的原谅 也没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了 他抬起头看向天和地 父皇 这算不算皇家已经报了仇 老皇帝几乎失笑 这个小丫头 总是会抓住任何机会跟他讲条件 谈代价 他都已经为她铺好了路 他却依然要给自己和家人多寻一些筹码 也好 这才是他想要的儿媳 永远都不大意 永远都小心尽神 永远都给自己留更多的后路 这才是未来东秦皇后的样子 他很满意 但是朝臣们却并不满意 这些年 且不说这里有与国家交好之人 单单是跟白星炎对立的 都一抓一大把 白星炎这些年可没少得罪人 除了同僚之外 还有不少夫人小姐也被他得罪过 这还要归功于从前的白金红 归功于白星炎和大夜市 动不动就要用白金红来咽压群方 只把这些个小姐们给压的多少年 都翻不过身来 如果白家的墙就要倒了 正好有仇的报仇 有怨的抱怨 强倒众人推嘛 于是有人说了 如此就算报了仇 也太便宜白家了呀 这梁大人说的话虽然难听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若这次不正法 那他日皇家威严 岂不是可以随意侵犯呢 就是啊 六公主说到底 还是什么事都没做成呢 大家只不过虚惊一场罢了 可不能如此轻易就放过白家呀 说话的人是个年轻官员 说完之后还补了句 哎 我跟金生阁是没有瓜葛的啊 白鹤染白了他一眼 那是自然 从前没有 今后也不会有了 你 那人气得瞪眼 哼 没想到 堂堂天赐公主 就这点度量 哼 我是女子 要度量何用 白鹤染青哼一声 何况按你的意思 白家群族超斩 我们都被斩了 金生阁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难不成你也是指望我在阎罗殿给你搓药丸 又有人笑出声 人群里终于有人说了句公道话 天赐公主 为国为民行了不少善举 远的不说 就说金生阁和劳病村 说实在的 有天赐公主在 咱们这日子过得心里有底儿 天灾人祸躲不掉 但至于遭受疾病痛苦时 不至于求救无门 所以还请皇上三思啊 留下天赐公主 话刚说完 突然一和宫外有宫园惶恐的声音响起 求求你们让一让 让奴才去见皇上 出事儿了 出大事儿了 你们快让一让 别在这儿堵着道 白鹤染同天和地心中同事一动 二人互视了一眼 皆在心里发出同样的声音 来了 是啊 来了 机会来了 也是危难来了 那个宫人挤过重重人群 也可能是人实在太多太急 也可能是他实在太慌张 总之到了皇上面前时 邪都掉了 不等有人指责他冲撞圣言 就见那宫人扑通往地上一跪 不 应该说是一趴 就见那宫人扑通往地上一趴 连哭带哆嗦地说了句 皇上 大事不好了 上都城被人给围住了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兵 将上都城的四座城门全都围了起来 人群差时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上都城被人围起来了 还四座城门都被围 那得有多少兵 这些兵都是哪儿来的 上都城是国都 这不扯淡吗 随着这个宫人的到来 陆陆续续地越来越多的宫人 侍卫纷纷来报 所报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上都城已经被重兵围困 四敏八方 未留一个死角 终于 最后一个来传话的侍卫说出关键 属下才从东城门回来 看到了 看到了城外带兵的将军 是郭家的人 另有西城门那边来报 说是郭老将军亲自领兵 在宫西城门 已经快守不住了 这话一出 人们终于有了反应 也不知是谁失声惊呼 郭问天反了 郭问天怎么就反了呢 不应该呀 他是朝廷最器重的老将军 曾经为东秦立下过汉马功劳 朝廷高官厚禄养活着 他吃饱了撑的还要造反 也不对 就算郭家要造反 他们哪来的兵 郭问天手里的兵 不都让石殿下给要走了吗 就算还有剩的 可据说剩下的 都是些老弱病残 有的甚至连刀枪都提不动 如何打仗 天和地没有说话 就一直在听着一道道奏报 又向刘德安开口问了句 有多少兵马参与围城 可是郭老将军营内的兵 来回报的侍卫立即摇头 不是 看起来很眼生 应该不是郭老将军营内的 但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下真的不清楚 似乎他们就是突然间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的 没有统一的盔甲 就是每个人的左胳膊上 系着一根红布条 他一边说一边回想 很快便诱导 哦 也不全是红布条 还有一部分是绿布条 但是不管红的还是绿的 都听郭家人拆遣 又向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他想起关于老太后手握司兵的事情 这件事情 从前对于他来说属于传闻 后来自愿归入十皇子麾下才知 那竟是真的 此番郭问天围城 毫无疑问是要造反了 那么这些听从郭问天调遣的兵马 很有可能就是老太后手里那些 朝廷找了几十年都找不到的兵马 在这一夜终于出现 他想到这里忽然就有些激动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刘德安看向白赫然 又看了看五皇子 脑子极快地运转着 如今九十两位殿下不在京中 就连四殿下也不在 谁来统兵 还有今晚是宫宴 所有人都在宫里了 这要是被人一锅给端了 那可就全完了 所以当五之急就是要临危寿命 而这个寿命之人 必须得对十殿下有利 不得不说 当初君木林跟白赫然费那么大劲 把刘德安给笼络到自己麾下 也是有一番打算的 这刘德安能坐到右相的位置 人自然不是白给的 那脑子转得是特别特别的快 就好比此刻 稍微地一琢磨 很快就琢磨明白了 老皇帝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琢磨明白后 不由得在心里头 暗骂了一声老狐狸 原来人家根本就没想 租了白家九族 甚至连五殿下都没想过 赶出宗谱或是杀掉 人家老皇帝 就是在等这么一个机会 等一个让五皇子 跟天子公主大显身手的机会 让他二人合力完成这次统兵 对党国问天 试想 那么多兵马为城 真的是凭空出现的吗 绝无可能 那么多人 就算是往城里聚集 也需要一段时日呢 老皇帝手握间垫 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动静 都不知晓 人家分明就是早就知道 但偏偏不说 就憋着 把所有人都借助一场宫宴 给憋到宫里来 然后再让这个事情突然发生 再借此机会 让白赫然跟五皇子去立功劳 救人命 在这种情况下被救的人 哪里还有脸在提诛 人家白家九族的事 而至于白星妍 天子公主应该不会管那个破地 到时候把他拎出来宰了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啊 reflected 咦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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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